另外我們還要聚焦這臺北市的狼屍案不斷延燒 在二十六號晚間 臺北市政府檢討報告是終於的出爐 但是北市的市議員卻痛批了檢討報告 只把這相關法規抄一抄把錯 全部都推給這二零二年的柯市府 根本就是小學生在交作業 但對此呢 北市府則回應了 所有的精進報告 都是比現行的法規更在進一步的 絕對沒有要敷衍了事 就像小學生在寫報告一樣 完全沒有針對重點 沒有解決問題 話說得算 因為北市狼屍案不斷延燒 但臺北市府做出的檢討報告 不只知道二十六號晚上 最後時刻才送交 內容北市議員更不買單 大家要的不是白紫黑 不是白紫黑字的報告而已 大家要的是針對這個案件 能夠徹徹底底的了解 然後發現問題 解決問題 但現在的蔣萬安蔣市府完全沒有 北市府提出的十項緊緊報告 包含若接獲學前性情通報 在調查前就可以馬上針對人員 停職並成立跨局處 飲變小組 建立三階段智慧 SOP 強化多重把關機制 並加強幼兒不當對待諮詢公告區 讓民眾能更容易查閱相關資訊 同時還宣布北市府會主動將 全案送交檢察院 但議員簡舒培就批評 根本沒針對問題 還是在避重究竟 連處罰都要交給監察院 那我要你蔣萬安蔣市長幹嘛 蔣萬安是不是只想當吉祥物 不想要得罪 簡舒培控訴 檢討報告 將錯全推給柯市府 蔣市府任內明明也有熟失 卻並未提及 提出的經濟計畫 還有許多根本就是現行法規 或早就應該做的 甚至說要送交檢察院 難道是忘了16號檢察院 才宣布要立案調查嗎 市府主動將全案送交監察院 跟監察院是否立案 並不是衝突的 市府自己也由考機會的程序 進行行政懲處 市府提出的十項經濟方案 也比法規內容更多 更好 更全面 北市府的態度很清楚 誠心檢討 該懲處就懲處 推出檢討報告希望直線 但民眾是否接受 也要看未來北市府 是否能夠真正防止悲劇發生 記者吳永安 郭平夯報導 謝謝 you 中文字幕 李宗盛